头条开奖提到开会员咯 邀请您加入会员 加会员支持头条开奖 一起成为最有影响力的华文新势力 是很累啊 可是大陆现在感觉上就是说 这个线画下去以后 它就不会轻易退了 它这个线其实就是 其实也不是画线 它把一条线给它 把它插掉了 就是海峡中线 所以它的观念就没有这个线了 那这个时候你就看 其实在海峡 就是说在台湾海峡 美国人最多能够 它一个月有一次军舰来 它不可能每天在那边穿 可是对中国大陆来讲的话 随时它有需要 它飞机就几时驾驶 就穿越台海 而且对中国大陆来讲 几分钟的事情 所以这个就是说 从地理来讲的话 事实上中国大陆展现 它的地理优势 如果要在这个区域 产生军事冲突 美国都是不远千里而来 那中国大陆的话 就是附近的战斗机 很快就起飞了 那一下就是 这次你可以看 23架次 37架次 它那个反应的力度跟速度都很快 这也就会反映出来 其实在台海 这个美国跟中国大陆 这个军力的这个 军事的这个平衡 已经快速已经转变了 你这次来的两艘 这个巡洋舰的话 是从横须各港 长长千里迢迢开下来的 对 它不可能每天就在这边坐 不过美国我觉得他们 讲中国大陆新常态 我觉得美国在过去一年的时候 已经很悄悄的 也建立一个新常态 就是每个月都有美国军舰 要通过台湾海峡 对 这个你去看的话 一年两年前是没有这样子 像这次科尔比也讲嘛 他说这个其实呢 就是原本就安排好的 所以看起来也是例行的 一个任务 我们看去年的记录的话 就今年记录的话 几乎平均是每个月有一艘 美国的军舰要经过台海 那你要看再看往三年前 四年前推的话 是没有这个 没有这种现象存在的 所以美国也在创造一个新常态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就美国利益 美国有很多政治的意义在里面 那我想他还会继续 还会这样加强 那么就是说 我觉得我们台湾应该要开始认清一个现实 台湾海峡是美国跟中国在空 美国跟中国大陆是一个角力的场所 你会看出来在蔡英文的主任下 台湾好像越来变成一个 越来越像一个自身事外的角色 你能做什么 好像什么也不能做 我是觉得这个前线官兵 他有很多这种准则 他碰到什么状况 他要怎么做怎么做 我想他这个 当然在被拍的时候 他也怕这个传出去 没戴口罩 可能他在执勤的时候要戴口罩 那他当然先戴一下口罩比较好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他可能还是要照他的SOP在反应 是 他赶快通报 对 那通报又怎么样呢 对啊 要怎么样 可是我的角度认为 我觉得你的 你要负责安全的话 军事基地它有它的神圣性的 你看任何军事基地都不能先达人等 不能随便靠近 更不能刺探 那这个无人计划说实话 在一般的正常状况应该 他是要立刻采取行动 不可能这样用这种方式来回应 就是说等于到最后没有做处置 那我觉得问题出在就是说 第一个你负责这种所谓做写SOP的这些 遇到这种状况你怎么处置 这个状况你怎么处置的 这些在控制这些国防部的高层官员 他们要好好检讨一下 对不对 你第一个你没有给他任何可以处置的工具 对他可能也连子弹都没有上 对你也没有给他处置的工具 那你就要他报备 你就要回报报了又怎么样呢 万一这个无人计它是有攻击性的话 你怎么办 对 你自这些防卫的守军好官兵好 鱼不易 你是对他们不易 让他们是自于危险的状态之下 所以我觉得他们外交 这个国防部要立刻检讨 他们的整个的这个 面对这种状况的处置的准则 让第一线官兵不能随时曝露在危险之下 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疏漏 我觉得他没有考虑到这个 在那个守军的 这些年轻的这些 可能也是服役无役都有 他们的安危 你不能这样子拿他们开玩笑 这个双方面的 其实俄罗斯我觉得他这个 俄乌战争以后 他其实很希望 这个大陆是站在他这边 所以事实上在台湾问题上 我觉得俄罗斯的立场 变成非常的旗帜鲜明 而且有时候是主动发言 这个对大陆来讲的话 因为俄罗斯对台湾问题的 跟过去我们都知道 他跟台湾的接触 是比乌克兰对台湾的态处还好 对 那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就是说当然俄乌开战以后 中国大陆的支持 各方面支持 对俄国来讲是非常关键的 非常关键的 那所以我觉得他们有一些发言 用台湾的问题来发言 其实也是等于某种程度上 希望中国大陆听了觉得 这个是很不错的表现很好 俄罗斯在台湾问题上旗帜鲜明 还有这种主动的发言 另外一方面的话 就是说其实俄乌开战以后 你知道武昭仙他们这些人 做了一些举动 那事实上是对俄罗斯来讲的话 他会觉得也很突兀 也很突兀 就是支援乌克兰 民进党发动的这些 还有一些他们这些副秘书长 不是就出来说 从今天开始台湾人都是乌克兰人 就这种非常明确的表态 然后把俄罗斯这个好 不当一回事 你知道过去曾经有一件事情 吴钊燮曾经把俄罗斯的驻台的代表 叫到外交部训斥 也就是表示抗议 所以当时就有人就认为他觉得 我们没有必要对俄罗斯采取这样子的态度 我觉得拜登真的这种朋友就要少交 他说他跟习近平相处过68小时 出来以后就对习近平都做人身攻击 这种也蛮恐怖的 不是以前讲他说一点民主素养都没有吗 然后讲的这些都不 说实来68小时你又怎么样嘛 你就可以做那么多断言 那你说不确定他们的方向 我是觉得从过去来讲的话 就目标设定来看 你去看看中国大陆的 那个十四五的规划 你去看看那个规划 叫不清楚方向才怪的 美国那些美国在那边搞一个最近什么 叫什么妨碍就是说通膨法案 降低通膨 人家说你这种挂羊头卖狗肉 你根本就是促进绿能法案 对 你都用这种颠山倒式的方式 你说人家没有不晓得明确的方向 我真的不太清楚他到底 我真的不晓得拜登在讲什么 选举就是这么狂 我觉得就是选举语言 然后 因为他最近都在忙着跑选举 然后表示他对大陆的政策很成功吗 我觉得也未必啦 我觉得也未必 不过就是说拜登最近我看他的讲话 在美国各个演讲的讲话 炮火猛烈 而且这个谁都攻击 然后他主要攻击我觉得 大概他的竞选策略的跟他讲了三个人 一个川普 一个普丁 还有一个习近平 我就想他就照这个 他就照这个开这个菜单自己在那边表演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关键性的发展 那我觉得对乌克兰来讲的话 这个跟他过去俄乌战争 还有俄乌战争以前的对台政策 是很大的一个转变 我的推测这个后面转变原因 基本上还是美国的美国的策动 就是说美国现在 因为乌克兰 这个泽伦斯基政府很奇怪 他从开大以后 对中国大陆到目前为止 没有出一句恶言 口没有出恶言 甚至很多时候喊话的时候 他们还不建议说是中国可以 中国大陆可以在很多地方 扮演更积极的角色 比如说促进俄乌者 抑制俄罗斯的 今天对乌克兰的政策 或者说对这个未来俄乌之间的和解 甚至还有提到过 如果我们有很多朋友可能还记得到说 中国可能是未来乌克兰战后重建的 唯一可以帮助乌克兰的 对 这都是泽伦斯基政府传出来的话 泽伦斯基政府有一个副总理 曾经有一次对中国大陆 有过一次比较攻击西方 那单单一次 后来我就没有听到乌克兰 这个泽伦斯基政府 对中国大陆有什么 有什么攻击性的语言 负面语言 那另外一方面我认为 中国大陆事实上在跟 借重它跟泽伦斯基政府 跟乌克兰的传统上一个很密切的 一个外交关系 事实上也在发挥作用 那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 美国一定会摄入 那就是说这个做法的话 可以很快的将俄罗斯 跟乌克兰跟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 把它建立开 因为这个台湾的问题 对乌克兰跟中国大陆的关系 是一个很爆炸性的议题 那所以我认为这个幕后 应该是有美国的这个 策动跟插手 因为大陆的这个计划 照美国来讲的话 我是觉得有一点点 对美国来讲是一种警讯 也是一个他们可以 从NASA再把这个事情 把它政治化以后 从国会要更多钱 因为美国事实上登月以后 事实上他们那个时候 就没有继续再登月 可是现在又突然冒出来 因为中国大陆是准备在2030前 30年前就要登月 载人登月 也中国太空人要第一次 到月球上去登陆 那大陆的计划我看了 除了登月以外 下一个还有一个计划 就是要在铸 铸在月亮上 铸就是那个不是铸军的铸 不是铸人的铸 就是说它要在上面 还要设置人为的常铸的设施 那这个对美国来讲我觉得 以美国现在这种发展航太事业 它的未来前景不明的状况之下 我觉得他们现在这些 尤其的这一位 这个NASA的这位 这位署长 他特别特别的积极 我想人有的时候就是说 你没有竞争的时候 你没有那个动力 好像一看有竞争就有那个动力 而且他最近讲话他都非常非常有这个 有这个怎么讲呢 有那个煽动性 我记得他还讲了 就是说中国大陆以后要把这个 月球好像据为己有的样子 有这种的发言 我觉得他这个发言都是有政治动机 他希望刺激美国的这个社会 尤其让国会给他更多的钱 那我想他已经成功一半了 那就是说他已经很成功的点燃了 美国这个社会 想要跟中国大陆在太空上 一决雌雄的这种这种氛围 他我觉得这个署长已经这样做 不过我觉得以美国的体制来讲 现在美国这个国家体制 怎么讲蛮出问题 就是他没有办法做 长远的这种大型的规划 所以你可能现在你在拜登这个角度上 他愿意做 那可能下个总统不见得愿意支持 所以美国的这个体制 现在就发觉说 他跟大陆的体制来讲的话 对于长城的需要长期投入 那个是十年二十年三十年 这种规划的 相较之下 美国的体制是 我觉得是居劣势的 海黄鲍鱼干杯XO酱 里面有严选新鲜的顶级海鲜 跟蜜质的独家配方 还有富含胶原蛋白 还有黏多糖 低脂肪的高蛋白 肉质鲜嫩 EPA跟DHA的含量更是丰富 现在购买还有优惠喔 输入我的优惠代码 ZTI 714 享有折扣喔